2018桃源文创博览会将在2018年10月27号到11月4号 在桃源展演中心盛大展出 融合了桃源在地各族群文化淬炼 以生活、文化、创意、科技、艺术五大元素 展现出桃源在地文创特色 让民众体验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为了整合各领域的资源 市府历经一年的时间 整合市府五个局处 共同举办2018文创博览会展演活动 协助在地品牌升级 并且以文创新风貌结合了艺术创作 还有安排设计服装走秀等等 来满足观展者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享受 桃源有很强的文创能量 主要我们有多元的族群 还有良好的大学的基础 加上我们的工业的基础非常的扎实 所以我们决定用这个工艺美学 跟生活美学做出发 举办第一届2018年的桃源文创博览会 桃源文创博览会一共打造六大主题展区 包含了有艺术文化区、生活产业区、客家文创区、圆明文创区、青年科技区以及互动艺术区等等 现场有超过五百件的参展作品 要让民众体验到桃源文创的创新魅力 我们明年会来筹办桃源设计展 刚好搭配我们的文创博览会 一年设计展、一年文创博览会 桃源也有很多的设计科系跟设计学院 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业设计、商业设计、文创设计 也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亚洲七五计划结合 那最终我们希望桃源可以发展一个设计中心 能够培养更多的设计人才 透过设计以及美学翻转的创新 也让桃源成为全台湾第一个办理文创博览会的地方县市 桃源线新闻的李登峰 桃源长安报导